Audio Jungle Audio Jungle 原标题 中国空军重磅装备首次出境 便选择了美国航母准备过年的地方 2月7日 中国空军官方微博发布了一则爆炸性消息 我苏-35战机近日飞赴南海参加联合战斗巡航任务 并附上高清美图 这时自苏-35入役中国空军之后 官方首次主动向外界发布的消息 引起了各方的高度关注和解读 苏-35是一款典型的四代半战机 由侧位苏-27深度改装升级而来 也有超级侧位的美称 这款战机最明显的特征 便是配备了新型117S矢量推力发动机 全新数字化控制系统和雪豹 一项控制雷达 整体作战能力仅次于美军的F-22和 我军的歼-20隐形战斗机 我军有了更先进的歼-20 为何还要引进这款战机 一是该型战机有它独特的过人之处 比如矢量推力发动机 带来的超机动性能就是我们的战机所不具备的 二是该型战机与新城军的歼-20相比十分成熟稳定 该机在如此短时间内就形成了战斗力 并执行如此重大的任务 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三是我军战备任务十分繁重 面对美军在我周边制造的巨大压力 急需一款能顶得上去的战机 歼-20无论从产量还是成熟度来看 显然还需要时间磨合 去年年底 俄罗斯媒体报道称 中国空军飞行员直接江苏到35战机开回国内 如今时间才过去一个多月 这款先进战机就出现战斗巡航任务的 队伍中再次说明我们当初的选择非常合理 该型战机由苏-27改进而来 我军当年曾引进并列装大批苏-27战斗机 对该机操作性能可以说了如指掌 该装训练自然驾轻就熟 大家还注意到一点 这款重磅装备首次出境的时机和地点都十分巧合 就在前一天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针对美方所谓南海航行自由言论回应称 南海明明风平浪静 有人偏偏无风起浪 在此次新加坡航展上 美国代理助理国务卿凯达诺卖力的腰色 忽悠东南亚国家购买包括 F-35战机在内的先进美制武器 并点名道姓称防备中国苏-35战机亮相的南海 很快就将迎来一位重量级选手 今年1月5日 美国海军卡尔文森号航母打击群 离开母港圣别戈海军基地 春节期间将部署至亚太地区 包括南中国海 卡尔文森很有可能将到南海过年 到那时南部战区的海空军官兵年都过不好了 国家花那么多钱引进的重磅装备 一定是好刚要用在刀刃上 赶在美国航母前往南海自由航行前 我们的苏-35就前往自己的地盘上活动活动筋骨 全是意味十足 过年期间 超级侧位与卡尔文森有个约会 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事 卡尔文森到南海来自由航行 最大的意义不过是充当美国的一仗队罢了 只能忽悠一些没见过世面的小国寡民 苏-35巡航南海显示 我强大的空中力量已经将这片海区全面覆盖 即使最强大的美国海军来了又能